在接演這部戲之前 我滿懷疑的 會真的就像佳哥說的 我做得到嘛 但是又覺得 天哪 賈靜雯耶 我們生好 什麼時候都看被我們在天的嗎 帶著一種粉絲的心情 然後 剛好這次我合作的是 哲熙跟陳瑜的重新合作 那我們與二分距離 其實 就像 玉琳姐啊 石原姐啊 導演一直說都 我們沒有辦法給任何答案 那我覺得我們這一組 雖然說是屬於精神方面 比較有問題的 但是 我們一樣沒有要給答案 那 我這次很慶幸其實 自己在 這個角色裡面 得到了一點力量 那尤其是其實有時候 跟哲熙演對手戲的時候 他好像真的把我當姐姐一樣 還有陳瑜 就真的很像我的妹妹 那當然其他角色對手戲 機會比較少 可是 就是因為這樣的真實 讓我其實相信 我們在劇裡所講述的一切 就像康仁哥說的 希望這樣子的改變 就像我們在演的時候 感覺到的真實一樣 也真實的發生在這個 社會上 影片很過癮喔 接到這個戲 蠻爽的 在旁邊 其實這次可以跟康仁合作 我真的覺得很開心 就學到蠻多的 然後裡面有幾場戲 其實我們是跟十元姐討論過之後 然後我們自己小做的一些修改 也是有些即興的演出嗎 不算即興 我這算是 有經過同意 OK 有經過同意的 沒有他不准人家亂改 集體創作 OK 大家一起創作 然後那個時候壓力還蠻大的 我就每天回家寫一個版本 然後先給康仁看 康仁看過之後 再給十元姐看這樣子 好認真好用功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 是看著看著 或拍著拍著 你對於 是因為比較細緻一點 所以當時就是希望說 可以再更多 以原本寫的東西 以那個為基準點上 再加上更多東西 哇 沒想到才是不只會演 還要當媽媽 還當了這個編劇 謝謝你喔 就 看完十集了 對嗎 等一下 這部電影裡面 泡邊怒人攻擊 他都要戴著口罩 跟剪場大哥 都見不得人這個狀態 對不對 這樣有比較好嗎 有有有 這樣我就認得你了 我剛剛想說你誰啊 是不是 好 那請跟他分享一個心得 來 沒有 那因為時間不夠嘛 就是也這個角色 這個心境基本上就是 Copy我媽媽 沒有啦 就是有一些狀態 因為 看劇本的時候是很沉重的 對 就是看完整個劇本的時候 其實是 就是每一集都哭吧 但是不是在自己的角色裡面哭的 是身為一個旁觀者 然後看了這個劇情裡面的所有的人物 大家都在一種很困苦的狀態裡面 可是大家都沒有放棄希望 所以在跟導演有討論到劇本的時候 他也是希望就是還是可以呈現光明面的部分 對對對 所以在這個戲裡面 我也演得很過癮 很開心 謝謝 肯定的